大家好,我是Rico 我们接着上节课的fragment的替换和移除的课程继续讲解 那么在上节课的时候 我们已经动态的用加大代码添加了一个fragment 那么我命名叫firstfragment 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希望在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把这个fragment替换成另外一个fragment 然后还有一个操作是删除的 那首先你要去准备另外一个fragment 然后给这两个button按钮去绑定两个点击世界 那这个第二个 我们来再建一个第二个fragment 就是要替换的那个 这个代码可以考一下 因为这个里面现在的逻辑也不是太多 无非就这个东西 然后只是你这个再换一下 那我们把这个layout也拷贝一下 那OK 我们把这个first换一下 好 换一下 然后在这个secondfragment里面去指定它返回的这个layout的这个布局是这个 是吧 然后呢 为了看出这个效果我们把这个颜色改一下 这个所以你要到这个fragment second的这个xml里面去把这个背景色换掉 好 这个是黄颜色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换成0000fff 好 这就是一个蓝色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览图 我们看一下预览图 好 就是这样 OK 我们一会把这个换了 那这个工作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再退回来 退到这个mainactivity 那么这个地方初始化了button 然后交代代码又这个 然后剩下的工作你就是给这两个button btn replace 和remove 分别去绑定两个点击世界 对吧 所以你这个setonclick listener new 这个加上点击世界 然后最爆错呢 是因为没导包 所以你这个把鼠标移到这 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一个import 把这个包到 那你就在这个位置来把这个 写你的这个代码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对吧 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按钮 就是remove 到时候你会在这来写你的 的逻辑 所以这个我们改一下 这个是remove remove 好 所以这个是绑定点击世界 绑定按钮的 按钮的这个 点击世界 好 然后呢 我们来写我们的这个业务逻辑 那么这个呢 同样你在操作它的时候 还是得使用这个fragment manager和fragment transaction 那么如果是一句代码的话 你就不用拉开了 你可以直接写 所以你就getfragment manager 对吧 再begin transaction 然后你现在替换替换end 都是这个方法 那replace 又掉这个方法 replace 然后呢 是在哪个地方去替换呢 因为当时这个fragment是加到那个layout container 那个container下面的 所以你把这个把它换掉 把它换掉 所以你这个 那换掉是谁呢 你把它换掉是现在是这个 所以你这个后面应该给它创建一个new second 对吧 secondfragment 好 那这个方法你要生效 然后你这个继续在commit 是吧 这个 好 然后 这个方法 getfragment manager.begin transaction.remove 好 remove里面需要一个fragment的参数 那这个参数这个对象在哪呢 因为你看一下你前面这个写法 你这种new first 或new这个对象就直接在这了 你没有用一个引用变量把它引用 所以你这个地方没办法去给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要把上面上次这个代码 我们要改一下 改一下 假设这个地方 我用一个我声明到这个位置来吧 这个你声明一下那个firstfragment 你这个等于f1 那么这个地方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是f1 f1等于new firstfragment 好 相当于是现在这个引用变量f1在持有啊 这个对象 那么你下面你删的时候你要去删这个对象 那你就删 如果你是删除的是他 你就是f1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后面还是要commit commit 所以你会这么去写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这个时候把拉开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吧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其他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好 这个 好 这个是我们昨天的样式 咱们稍等一下 好 现在是这样 那么我们先点一下这个 好 这个已经换成蓝色的 好 那此时如果点删除 这无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被替换成了谁呢 你现在已经被替换成了new secondfragment 你这个你删的是f1 f1是firstfragment 那你肯定不行 那这个怎么办呢 除非是你在没有没有删他的 没有替换他之前的时候 那个位置还是firstfragment 你在那个时候删才有效 那我们再试一次 好 我们再试一次 我们来看这个效果 好 大家看这个时候这个位置是f1 firstfragment 这个是我删他 对吧 你看 这块就消失了 是吧 好 这个是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删除和替换是ok的 那这个地方要补充一点 补充一点这个知识 就这个代码 我可以在这儿还要加一点内容 加一点什么内容呢 好 我在这个地方再点 大家看一下我选这个方法 好 这个 这儿有一个叫做and to back stake 然后里面有一个字符串的变量 我给了一个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fragment被另外一个替换了以后 加上这句代码以后 当你按返回键的时候 我还可以恢复到第一个fragment 那如果你不加这句代码 它被替换了以后 大家想一下 然后你在这个activity里面 你点返回键 那无非就这个activity返回了就没有 也就是说这句话加了以后 会有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会一会儿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你加了这句话以后 本来我是黄颜色的 这个是第一个firstfragment 然后我点了替换以后 它变成蓝色的 这个时候我点返回了以后 然后它返回先前的状态 先前的状态就是替换前的状态 add to backstack 就是说把这个fragment加入一个 这个返回的状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fragment它是可以保存在一个站里面 就跟那个activity一样 activity我们知道它有个activity在 当你在最上面的 也就是说当前的activity是位于站顶的 那么下面被 起就会压到站顶去 对吧 然后我们点返回的时候 就是这个出站 然后下面的activity又顶到最上面 所以这个fragment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现在的结果是什么 我加这句代码以后 好 我们先看新加了代码以后的这个结果 我们再看一下原来那种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等一下 好 你看一下 我现在点替换 换成蓝色 但是我现在点这个返回键就变成了黄颜色 那也就是说它恢复了它先前的一个状态 我再点返回这个activity 对吧 就是直接弹出去消失嘛 好 所以这句代码的话你可以去写个注释 这句代码的意思是说 加这句代码以后 当这个fragment被替换后 可以点击返回键 返回替换前的状态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代码恢复成我们第一次写的情况 我们又再来运行一次 你看一下这次又是什么一个效果 你看如果不加这句代码 不加这句代码 它又是一个什么状况 不加这个代码 那么它是恢复不了替换前的 那也就是说你当变成蓝色了以后 你再点点一个返回键 其实只是activity推出去 大家看一下 好替换 然后我这个时候点这个 点这个 点这个只是这个activity退出去了 因为只有一个activity 对吧 所以是这个 所以这个在代码里面 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去做这个代码的一个添加 看需不需要有这么一种情况 让这个用户通过返回键 可以返回它上一次fragment 被替换的一个状态 是吧 好 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讲 分享的 一个是删除 一个是替换 另外这个在上一节课 我也说过了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fragment 它不需要返回一个UI 你这个方法就不要去写这个 就直接不写这个方法 其实它还是会调用这个方法 但是你这个地方就不要用这个了 你就用那个super 就是返回它复类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只是在这种没有UI效果的情况 只是把一个fragment对象 这个把它填充到了它所相关的activity里面 提供一个后台的运行 也就是说我现在不可见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偷偷在后面去做一些工作 那你就可以写在这 这个方法里面 还有其他的fragment 其他生命周期的方法 其实也可以写 那个时候就不返回UI 这个就是跟大家 这个分享的替换和移除怎么使用 所以我们创建 移除还有替换都讲到了 那么我们后面再学习fragment的其他的内容 是不是 未来实行 还没进去